韓劇压境不只是威胁台湾电视产业 还有的就是平价服装市场 2014下半年台湾平价服饰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像是Uniqlo结名品牌GU 韩国服饰业龙头伊链集团 以及LG SK的旗下品牌 都主动的到台湾寻求代理商 让原本饱和的台湾品牌服饰市场再次限缩 打着MIT品牌优势的台湾业者 部分开始转向大陆代工 但是也有业者坚持台湾制造 面对环境的艰难考验 台湾服饰品牌要如何面对逆境 闯出一片天 接下来的专题带您来了解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剧中时尚女王千宋一 拥有各种新款的名牌包 除了国际知名品牌 百分之八十都是由韩国SK集团提供 韩剧加上流行服饰 成为韩国品牌的行销手法 看好台湾人哈韩市场 韩国三大龙头集团纷纷进驻台湾 包括主攻女性市场的SK电信集团 以及走熊男熊女风的LG集团 旗下品牌都主动来台寻求代理商 韩国最大服饰品牌之一的银银集团 不仅走平价 在台开幕还找来Super Junior站台 明年已经决定加两个品牌 一次研究跟台湾市场比较适合的品牌 继续引进来 所以现在我们的目标 2020年150亿台币 韩国业者信心满满 加持集团优势 旗下囊货时尚 餐饮 娱乐 百货等 共240多个品牌 竹装品牌就有150项 年营收高达3000亿台币 一链这次引进两家服饰 一家餐饮在台北101住店 9月4日开幕以来 三家店收入逼近2500万 SK电信集团O second 两个星期营业目标也逐渐达到一期 也是会有购买欲望 主要就是因为你会心情 会想要去了解 国外品牌服饰来台吸睛 让原本饱和的台湾服饰市场 竞争更激烈 也凸显台湾服饰品牌的魂境 你还可以数得出来 真的有made in 台湾的牌子 台湾的 目前可能像handhand 应该是台湾的 没什么印象 台湾的评价品牌 Latiff吧 然后还有一些都是网路牌子吧 网拍的牌子 是的 网路平台 成了台湾品牌服饰的新战场 走评价路线的Latiff 2007年请给台湾制造一个机会 在网路上请家 深受消费者支持 第一年营业额一千万元 五年后营业额高达四十亿元 成长四百倍 打破服饰业是西洋产业的称号 但最后却以线上极度缺乏劳工投入 在2010年决定把生产地 移往中国大陆 引起网友塌伐 走网路行销的 还有在2008年成立的 Green Candy 尽量购 与世华落实其水钻合作 锁定理性客群 受到广大网友喜爱 2011年更获得平面杂志调查 网路百强卖家第24名 不过经营短短几年 最终仍不敌市场竞争 结束品牌 其实我爸爸以前就是 帮国外的鞋子做代工的 所以我非常有感触 我们的工人工厂都非常的优秀 那么可是自创品牌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路 最重要就是行销跟包装 这是我们台湾人过去最不会的 我们都很务实的在干活 都忘了一些非常花俏的包装 所以我觉得看到很多品牌 我都很替他们着急 就是当你做得很好衣服的时候 怎么样让更多人知道 从数字来看 根据台湾连锁加盟店年鉴调查 台湾服饰专卖店通路 在2009年后 展店平均成长率约达13.82% 增加率逐年趋缓 但连锁制度逐渐成长 却吸引不了新进业者 2012年整体服饰零售业 进货总额约1573亿元 国内采购百分之六十一 批发零售商百分之二十点零八 其中海外采购来源以欧洲为主 约有百分之十六 近几年面对国外评价服饰连锁品牌 积极拓点 台湾从代工到品牌的这一条路 走得惊心 做品牌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 真的是还有靠两个力量 第一个力量就是说 厂商自己的力量 但厂商自己的力量 有时候很微薄 第二个 国家整体的形象 如果今天有一个产品 它是瑞士制造的 它大概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它这个东西 它就有一定的品质保证 它即使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产品 它只要是瑞士制造的 它很容易就变成 就把品牌就做起来了 但是台湾目前整体的形象 还没有到这个地方 这是国家必须要加油的部分 也有台湾业者坚持自己的MIT 像是经营三十多年的 台湾服饰品牌戴安娜 与年轻主宝设计师化解合作 起来模特儿走秀 吸引年轻女性客群 也有青年级设计师自创品牌 学习日本评价服饰的行销手法 每天推出一件手工限量单品 就是要在紧缩的台湾市场 走出一条独特商机 进口商品跟我们商品 我们就想说让它以每天像节目一样 对 每天上架的方式 像节目一样 对 就是让大家每天都有一点新鲜感 我们台湾又是说我们有设计团队 我们设计符合我们国内台湾人的尺寸 还有喜好也比较了解 那在自己专柜小姐营业员的服务上 也比较贴切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是比较深入 努力经营 守护台湾制造的品牌精神 尽管面对国际产业分食市场 也要拿出台湾人放手一搏的勇敢平静 要从逆境中看到光明